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晚的嘉宾是否牵手成功 如果太队的朋友将有很大的机会获得凡人游戏 现象婚礼服务中心提供的精美离挺一份 那感谢男性电话拨打8805 8805来参加我们的精彩吧 爱情和争取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相亲特派员林湾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这位男嘉宾 曾经是一个迷失自我没有任何人生方向的小伙子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街舞 他仿佛是看到了光明 从此街舞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动力 那他一度也是一个四肢僵硬同手同脚的街舞小白 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 现在已经成为了专业的街舞老师 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男嘉宾带来的街舞表演 大家好我叫张强 今年23岁 身高1米7儿 现在是1米捷舞老师 月收入大概5000到5000元 本期交友男嘉宾 姓名张强 年龄23岁 身高1米72 职业 街舞老师 收入5000元 未婚 我最大的兴趣就是街舞 喜欢街舞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看了一个食品 然后从此让我迷恋上了街舞 我平时联系街舞的话 就是在科学时间 然后找一块空地 因为当时没有太好的条件环境 然后我只有对着收集一个一个食品收小学 然后组部积累的联系 当我刚开始联系街舞的时候 其实我的动作不无质量 身体也比较僵硬 导致自己调气也比较小 后面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自己也慢慢地熟练了街舞 然后动作也会调得越来越质量 然后越来越好 我觉得街舞很苦 因为当自己调起的时候 感觉那种含水里里紧直的感觉 然后很舒服 在学街舞之前呢 我的性格的话还是比较雷想 然后做事情不够坚持 没有疑力 都找不到为之奋斗的方向 但是当我后面学了街舞之后 我发现自己的人生更有疑力了 做事情也变得更有坚持 更有疑力 然后整个人也变得开朗大方 活泼外向了 这都是街舞给我带来的改变 我现在虽然在一家舞蹈机构上班 但是我还是不满足于现在的形状 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路里 然后开一间舞蹈工作室 把街舞推广给更多的孩子和学生 让大家都了解街舞 喜欢街舞 爱上街舞 我的情感经历呢 是因为我现在到大学 一面一直在连街舞嘛 然后平时除了上课行 去连街舞之外 然后都没有其他的事情做了 然后现在刚才也没有缩朋友 然后到只有在高中的时候 有一段懵懵的东西连起 但是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我现在想造一个女生 我希望年龄的话 肯定跟我差不多是最好的 然后当想乖巧一点 身高的话 大概在一米路左右 都差不多了 我觉得 然后我希望它活泼开朗 然后如果跟我一样 有一个艺术类的爱好的话 会更好 那么肯定后面的话 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然后说话的话比较直接人嘛 我不喜欢有公主病的预算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年龄相仿 身高一米六零以上 二 有文艺类的爱好 没有公主病 男嘉宾希望另一半 也有文艺类的爱好 经过编导的一番筛选后 终于为她联系到了一位音乐才女 让我们赶紧去认识一下她吧 你真的希望你能力气 若没侥幸怎么说明 我真的爱你 句句不清你 本期交友女嘉宾 欣敏 年龄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五八 职业 音乐实习老师 月收入四千元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性格比较外向 然后也是一个孤零精怪一点的 然后爱好的话 平时过在屋头 喜欢化着房装 那些网上那些房装都喜欢 我最大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当然是和我的工作有关系 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嘛 声音的话就会比较温柔 好听一些 充满文艺气息的女嘉宾 其实参加过一次凡人游戏 当时她希望找一个会做饭 可以包容自己小脾气的男生 编导为她匹配了一位 爱做饭 个性温和的男生 一开始 两人相处还比较愉快 可在聊天过程中 女嘉宾的男性亲友团的表现 却让男嘉宾耿耿于怀 但两人经过一番单独的相处之后 对彼此的好感迅速升温 男嘉宾也打消了 对于亲友团的顾虑 两人最终牵手成功 可为何女嘉宾 又再次来到了凡人游戏呢 就是关于上次牵手成功了 然后最后没有就是走在一起了 我要总结一下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太喜欢主动嘛 要等别人主动我才主动的那种嘛 过年的时候就是他也不主动联系我 就感觉慢慢地就淡了 那再次来到凡人游戏 他的择偶要求有哪些变化呢 这次呢来到凡人游戏呢 我还是对择偶标准呢 还是有一点点增加的 希望他比较大方 比较主动 然后比较活泼 能聊到一块去 第二点呢 就是我希望这次的男嘉宾呢 就是会一点那种艺术的 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嘛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能交流 能用艺术去交流 比如什么绘画呀 还有什么舞蹈都可以 我希望男嘉宾大度一点 就是不建议我有那种异性朋友 就像上次的话 就是那个男嘉宾 就是有点建议 我带的那个亲友团 因为它是我来重庆认识的 第一个朋友嘛 当然我和异性朋友之间呢 还是会注意一定的那种分寸的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个性外向主动 有艺术类爱好 二 不介意自己有异性朋友 男生为舞蹈痴迷 女生是音乐才女 两人匹配度90% 两人的出自信后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来来来 小张小张 可以了可以了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来 有请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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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着你跳的舞啊 确实是活力满满 感觉到你在舞台上 那种自信的感觉 先来给我评价一下 你觉得刚才自己的舞蹈 跳得怎么样 我觉得发挥不好吧 可能是因为没有热声的原因 怎么发挥不好了 我看着挺好的呀 可能你们 业余看不出来是不是 对 业余 没关系 那我觉得回头你可以把更好的一面 展现给我们的女嘉宾是吧 先来评价一下自己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一个闪光点是什么样的 是哪些地方 自信 然后外向 活泼 对待人有礼貌吧 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性格 其实还是挺好的 也是一个比较自信 比较活泼的一个男生 那为什么现在还是单身呢 可能是因为我花太多的时间 花在舞蹈上面了吧 然后没有其他的时间 业余时间来去干其他事情 但是舞蹈也让我找到了 自己人生的方向嘛 然后维持奋斗的目标 你会花多少时间在舞蹈上 每天的话需要 至少再花两个小时吧 有些长时间的话 如果一天都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能花的时间会更多 会到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左右吧 平常练舞的话 因为是自己 自己和那些男生 没有找女生 可能就比较圈子比较窄 然后就可能 没有接触到那么多女生 导致自己单身的原因嘛 就可能总共来说 还是圈子比较窄是不是 马上呢 就要跟我们的女嘉宾见面了 有没有想好 一会儿来怎么见她 我觉得自己最大闪光点的话 其实是舞蹈嘛 我还是希望用舞蹈的形式 来能够吸引女嘉宾的注意 那这样吧 你的女嘉宾呢 也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的 你就先做好准备好不好 该热身热身 就不要像刚才那样 你说可能我跳得没有很好 然后拿出最佳的状态 我去把女嘉宾带过来 好不好 我们一起等待她 那个就是我们的女嘉宾 就穿灰色衣服的那个女生 怎么样 我们去远远地看一下 给我评价一下 对她的第一印象 看起来还是挺乖巧的 然后说好像头发嘛 可能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发色 你喜欢这个发色 对 我觉得女嘉宾长得挺小巧可爱的 然后长得也很精致 是我喜欢的类型 第一印象很好是不是 OK 那既然第一印象好 那你就更加要再自信一点 好不好 把你跳舞的最佳状态拿出来 来吧 那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 你去 看女嘉宾就可以站起来吗 虽然我冲到女嘉宾的面前呢 我感觉到有点突兀 但是我相信我的实力 可以征服女嘉宾 可以给女嘉宾留下一个 很好的印象 当时男嘉宾就是突然冲过来 给我跳了一段舞蹈嘛 我就感觉还是挺突然的 但是也有被那个吸引到 我觉得男嘉宾就是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挺卖力的 就在跳舞的时候 那个地上有点湿嘛 外面在下毛毛鱼 但是他还是用手在地下 就是跳舞嘛 觉得他这个还是挺好的 会跳舞的男生 就是在我这里的话 就会非常的加分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艺术气息 会跳舞的男生 两个人呢 现在已经是正式见面了 那我还是介绍一下 我们的女嘉宾 新小姐男嘉宾张先生 那刚才呢 其实有看到男嘉宾 其实是个多才多艺的小伙子 对不对 一路就跳过来了 然后跟你的第一次见面 也是展现了自己的舞技 先评价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跳得还是挺好的 就过来的时候 有就是被他吸引到 有被他吸引到 对 其实呢 除了我们的男嘉宾 是多才多艺 女嘉宾同样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女生 那我觉得要不要见面的时候 你也把你的才艺亮出来 可以啊 可以 准备了什么东西 我准备了一首歌送给男嘉宾 男嘉宾这么卖力地跳舞 我也准备了一首歌来回馈你 然后呢 我也希望你喜欢 好 来 那我就把时间上给你们两个 人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 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在当时唱歌的时候 女嘉宾的唱歌的声音其实也很好听 也显示得出来他比较专业 其实当那一刻呢 我就觉得他是我的理想型嘛 因为我还是要找一个 对我的兴趣比较大的人 他刚好就是学音乐的 两人用自己的特长 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到底是怎样的话题 让两人直呼尴尬 我觉得女嘉宾应该还是到这儿搞瘦 然后不至于能够尴尬 蛮尴尬的 男嘉宾 我觉得你跳舞的动作很标准 你学了多久呀 我大概学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了 两年呀 这么久 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跳了 然后现在是在上班了 那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那你那个街舞就是说你是自学的 在家里面看视频学的吗 对 之前因为没有这么多条件嘛 然后在各类的抖音块头上面 然后看到街舞视频 然后自己学的 也是自己琢磨的吗 那还挺有天赋的 我觉得 之前也尝试过学舞蹈的 就也跟着那个视频学 还有跟着我朋友他们一起学 他们都笑我 就是同手同脚非常的搞笑 然后我就感觉自己没有那种天赋 就没有学没有学了 那里有兴趣的话 我有空可以教你 但是我真的很不协调 但是就是有点麻烦你 这个没事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从不会到会的一个过程 可以 那我可以学一下 试一下 刚刚我听你唱歌好像还可以 听说你是一名声乐老师对吧 对 学声乐的 有空也可以教教我唱歌 可以 我觉得我唱歌 然后你跳舞这样挺好的 那我们可以去搞一个 年轻版的凤凰传奇 到时候我就去学凤凰传奇的班 那可以 一个唱 一个跳 我觉得还蛮合适的 挺不错的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还可以 那你除了跳舞之外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反正我现在最大的兴趣爱好是教舞蹈 然后平时除了跳舞的话 我还是会花很多的时间 花来练习自己的舞蹈 因为我只跳了两年左右嘛 然后自己的阅历还不够 我希望会有更多的时间 丰富我自己的阅历 然后成长 因为我自己并不满足当一个培训的街舞老师 我自己的目标是 以后开一间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 然后教更多的小孩子或者成人 然后练习街舞 让大家爱上街舞 我觉得你还是挺有上街心 挺有想法的 但是你要说你要开一个工作室还是什么的 你要多少年之后呢 我大概我想的是准备三年之后吧 因为到三年之后的话 我觉得我的技术的话 还有教学体系可能会更加的完善 然后自己的阅历也会更加丰富 到时候也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自己也有那个资本 然后也有技术 然后带领更多的小孩子 走进我的舞蹈工作室 那如果是你自己开那个舞蹈室的话 你的那种收入大概是在多少 或者是投资的话 要投资多少才能开得起来 大约创办舞蹈工作室的话 其中资金可能需要十万块 然后我自己的想法是 后面当有更多的人招进来了之后 我准备面向外面发展 和其他的舞蹈工作室一起结合起来 然后创办更多的舞种 然后面向大众 然后就相对于是招聘之类嘛 然后我自己相对于是招学员 然后自己 我自己预想的输入是在一万到两万之间 以后的每个月 听了男嘉宾就是说他的经历啊 还有什么以后想开一个工作室什么的 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挺吃苦的 也就是很老实嘛 还是很有计划 有责任心的一个人 很努力 就是那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就是跟我一样 开一个自己 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嘛 然后以后招更多的学员 那当然有啊 我自己的就是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目标吧 也是开了一个 想开一个工作室 然后呢 把很多爱好音乐的 然后召集在一起 带大家一起学音乐 然后正好你也是学 教舞蹈的嘛 咱们俩可以就是 你开在隔壁 我开这儿也可以合起来一起开 这多好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可以吧 你这个想法也是挺好的 我之前自己也没想到过 那你这样一说了 给了我灵感也算是 对啊 可以开在一起 一边是跳舞 一边是唱歌 多好 对于艺术的追求 以及美好未来的畅想 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那对于女嘉宾看中的一个问题 男嘉宾会给出 令她满意的回答吗 就是等一会儿会有 那个我的亲友团会来 但是她是个男生 你会介意吗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你们认识了很久了吗 还好吧 也不是很久 就是我之前嘛 一个人来重庆嘛 然后就第一个就认识了她 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孤独 就养了一条狗 然后去遛狗的时候 就发现我们两个就是 同样养了一条两条狗嘛 然后就感觉挺有话题聊的 就感觉慢慢地 感觉这个人 好像挺合得来的 就做了一个朋友 就玩得很好那种 你和你之前 那个异性朋友 是经常见面吗 然后见面的时间 非常频繁吗 还好 因为两个也住得比较近 平时周末呀 还有休息的时候 都就是会牵狗出去留 那你们除了平时遛狗的话 还会做什么其他的活动呢 因为休息的时间比较少嘛 然后除了遛狗 就是吃饭呀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带着狗去的 因为我觉得有狗在我身边 就挺安心的嘛 那我应该是不会建议的 那就好 因为上次的话 那个男嘉宾也挺建议 这个亲友团是个男生的 所以我希望你大度一点 其实我觉得现在 社会有异性朋友 其实也很正常 因为我自己跳节目的时候 平常也会教学 然后也会跟那些女学员 然后可能会有肢体接触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的 就很正常 我也觉得现在是挺正常的 像你跳舞这些 就是难免嘛 会有一些肢体接触 但是我都是能接受的 关于男嘉宾对我 就是有异性朋友这一块呢 我觉得他还是 挺大方大度的 但是嘴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心里面 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 女嘉宾有异性朋友的话 我还是不是很建议 因为生活当中 每一个人都有异性朋友嘛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只要把握好 这个相处的尺度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 但是他们具体是 拿一种相处模式 我还是要观察了再说 男嘉宾一直表示 不建议女嘉宾有异性朋友 可为何对方的出现 却让他心生不悦 所以说我当时的话 出现还是比较尴尬 如果以后女嘉宾刷了朋友的话 然后我肯定还是会很建议 那种相处模式的 新友团的出现 会给两人的相亲局势 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为了回馈大家对于 凡人游戏的喜欢和支持 那我们栏目呢 增加了一个 实时的有奖竞猜环节 大家可以在当天晚上 节目播出了 9点至9点50分之间 拨打电话8805 8805 来实时竞猜 当晚的嘉宾是否牵手成功 如果太队的朋友呢 将有很大的机会 获得凡人游戏 现象婚龄服务中心 提供的精美离挺一份 那感谢男嘉宾电话 拨打8805 8805 来参加我们的竞猜吧 哎 你怎么又来了今天 这不是想过来看一下吗 哦 但如果你今天你又来了 你不担心 他又被别人误会啊 以为你俩 有点什么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别人看我们都相亲 看姐妹了 你为什么会想到找他来呢 因为 其实上一次也是我 就是录的你们两个嘛 对吧 你还记得那个误会嘛 还解释了老半天 对 因为就是玩得比较好 然后就叫麻烦他来一次 再来一次 就比较信任他 对 还是比较信任他的 我看你手上怎么还拿了一盒 旺仔牛奶啊 是他给我带来的 特意给他带的吗 对 这个四盒都是他一个人的 对啊 怎么没有想要给男嘉宾 也带一带呢 哎呀 我也不知道男嘉宾喜欢喝什么 男孩子一般不喜欢喝饮料的 但是你这个举动 就真的不担心 别人会误解吗 我看到我都觉得 很难不误解啊 不会吧 男孩子一般群态的 会比较大度的 比较大度 对 感觉你还是很熟悉 他的一个喜好 是不是 对 经常在一起玩嘛 那你自己呢 就你的朋友 给你带这个奇怪吗 我觉得不奇怪 有时候我也会给他带呀 就是说 是不是异性朋友 就是说玩得好的 我都会给他带的 就你们两个可能都是 比较贴心的朋友 是不是 对 因为你也是第二次 陪我们的女嘉宾来相亲了 对吧 那从你的角度 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给到你朋友 比如说你觉得 我们的女嘉宾 就适合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那种 就是心思细腻一点的男孩子 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 如果他有的时候 他有什么小情绪了 他也不说 你也不会 如果他心思不够细腻的话 他不会发现 那时间久了 就容易产生矛盾嘛 那你有两个相处会这样吗 你能够发现吗 我不会 你不会 我觉得你已经很谢了呀 你看你过来探班 还只要带了一盒牛奶给他 我知道 但是我不管 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 他男朋友自己注意 我的话就不用管那么多了 所以你觉得 界限你还是有保持的 是不是 对 刚才你朋友总结的对吗 对 就是我就是喜欢别人 去发现我的一些那些东西嘛 然后我也不是那种 特别主动的人 就希望别人主动一点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一会儿 我们跟男生相处的时候 那可能你就得去看看 包括亲友团也帮着看看 到底男嘉宾是不是细心的人 能不能够主动发现 一些小情绪好不好 好 为何亲友团要和男嘉宾争风吃醋 这个女儿来的话 有点比人近点天气的话 本来也是比较冷 你还是会有点冷 就来吃嘛 对身体比较好 我这个从观影校给你带来 一个多小时才过来的 我不会晚上又拿回去吧 我不知道我选择哪一个了 左右为难的女嘉宾 会如何选择 两人的相经会出现变数吗 你刚才说男嘉宾留了这么久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他还是挺有上进心的 因为他是一个街舞老师在 因为他还是自学的 就感觉他还是挺上进的 他也想开一个工作室嘛 到时候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 因为他性格怎么样 就是如果交往下去 合得来 合不来 我觉得他这个人 看起来挺老实的 人也很好 很有责任心 那也不错 那刚才说我过来 他会不会建议 他是说不建议 但是我不知道他 到底会不会建议 就是见到了之后 但是这个要打一个问号 他刚刚说的是不建议 那待会儿你配合一下 我们考验一下 看他能不能接受 你的异性问题 可以 我可以配合你 但是就不要太过分了嘛 他人还是蛮老实的 可以 不会特别过分的 毫不知情的男嘉宾 会如何应对 这突如其来的考验呢 不好意思 久不见了 我刚刚起码来一下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 你为异性朋友 然后这个是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叫男嘉宾 他这回来呢 就是帮我参考一下嘛 因为他上次也来了的 哪个情况啊 对 对 对 我觉得亲友团出现了 有点突然 我觉得女嘉宾 应该还是早点高速 然后不至于能够 有点尴尬 那你不会介意的吧 这个不会介意的 刚好多买了一百来茶 刚好有三百 然后看你们喜欢的话 都口味嘛 我来选嘛 有这 也有冷的 好 都要 我觉得今天天气比较冷的话 女嘉宾还是喝这 来他嘛 然后来两杯冰淇 然后我跟他两个选嘛 不是说你喜欢喝牛奶吗 我给他带来的 哦 谢谢 我觉得还是喝这个吧 嗯 每个牛奶都好 啊 有点比今天天气的话 本来也是比较冷 但是喝了这个 这个奶茶嘛 对身体比较好 哦 没关系 这个他就是喜欢喝这个 你那种天天气比较多嘛 他前两天就跟我说了 他想喝这个 嗯 我觉得这个牛奶都好啊 你可以今天晚上回西 拿回西 拿着水 闻一下再喝嘛 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冷嘛 然后那个奶茶是咸得比较新鲜 然后就可以先再喝了 反正还冷了就不好喝了 那我给你擦去嘛 那我给你擦去嘛 我这个从关系小给你带来一个多小时才过来的 我不会晚上要拿回去吧 呃 那怎么办 我给你擦上 我不知道我选择哪一个嘛 没事 你喝这个嘛 这个喝完之后再喝那个也可以 啊 你喝这个吧 然后那个晚上也可以喝的 因为这个是先做的嘛 这但是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们就是蒋哥先来后到嘛 他先来嘛 然后我就喝这个 你这个我也留着晚上 我热一下喝 哦 那好嘛 那好嘛 就是我看到他的脸都有点那种脏红了嘛 我觉得他还是挺建议的吧 在南闺民这件事情呢 然后当时其实还是有点尴尬的 因为我当时自己买了奶茶来嘛 余家宾没有选择我的奶茶 然后选择了新鲜团的那个 所以说我当时的话 出镜还是比较尴尬 那少了一点 我给你擦一下 那当然我们在一个小区子认识了之后 才发现我们老家是同一个地方的嘛 就是住的地方离得也近 有时回家的时候都是一起坐车都说好 然后就比如过年回家嘛 然后就大家一起回去 就一起一路团也二伴 我们今天三月份还约着回去 一起看那个油菜花呢 有时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了 可以联系吗 嗯 好的 我觉得他和亲友团的这个结线的话 还是有点模糊 相处的结线 如果以后女嘉宾刷了朋友的话 然后我肯定还是会很介意 这种相处模式的 因为毕竟是男子嘛 还是希望跟一心朋友保持一段距离 女嘉宾和亲友团的亲密互动 让男嘉宾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在得知这是对自己的讨厌后 他会作何反应呢 刚才那个环节啊 我在旁边看的是一身的冷汗 我就感觉你跟亲友团两个人在 一对一的好像在 争取女嘉宾的感觉 毕竟我们女嘉宾呢 最好选择的是朋友的旺仔牛奶 当时我是看到你的脸一下就红了 那我说一下你真实的感受是怎么样 其实我还是 作为一个男生的说话 其实还是比较介意的 因为虽然说他是他朋友嘛 但是我还是把他当成一个亲战对手 因为女嘉宾也单身嘛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接受我那杯奶茶 也表示对我的认可 你的一个真实感受是怎么样 虽然来说当然我的类型的话 肯定是非常介意的 但是他是他的朋友嘛 我还是非常尊重他的决定 听起来还是挺大度的 但是如果他当时接受了我的奶茶的话 我肯定也会表示更开心 也算是对我一种认可吧 所以内心而言呢 你肯定还是希望你那杯 能够接受你的奶茶的对不对 但是呢他没有选择你 就是即便你有不开心 你还是相信他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吧 因为刚才秀店那尴尬的那个场景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还是要让当事人跟你说一说行不行 那真的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女嘉宾 更加喜欢朋友给他准备的 而继约你的奶茶 还是另有引擎 还得当事人出场好不好 来 女嘉宾跟亲友团过来一下 来 来到我身边 过来过来 好 我觉得当事人过来了 有很多东西可能就需要你们两个 亲自出面来说一说 该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发生刚才那一幕 刚刚的就是对男嘉宾的一个考验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也蛮大度的 他的奶茶我第一时间就喝了 你不会生气吧 就是说我选择了那个 我朋友的那个忘点牛奶 他也没有生气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但事实上你喜不喜欢喝奶茶 我喜欢喝 喜欢喝 对 所以说其实男嘉宾本身给你买的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对 而且今天天气很冷嘛 然后他也知道给我买热就很天心 其实可能比朋友送来的东西更合你心意 至少在当下今天这个天气下 是吗 对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想出这样的一出考验呢 所以说是想试一下男嘉宾那个性格怎么样 会不会就当场就发飙了那种 就害怕他是那种容易一下子生气了 然后性格不好之类的 男嘉宾本身体也很淡定 也没有说什么 虽然说可能会心里面会有点小不舒服嘛 但是也没有当场发作出来 所以你们两个对于刚才男嘉宾的表现 其实是挺满意的 对 对 后面的话发现是对于我的一次考验 后面的话我其实还是不是很解忆了 只要把握好这个耻辱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了 没有想到吗 确实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考验 对 但是不管怎么 你是顺利通过考验了 现在再回过头 那你会去怪他们两个要出这么一番考验给你吗 让你当时还挺难堪的 这个不会 不会 现在的话肯定不会 可能当时有一点嘛 只是没有说出来当时 其实我客观地说 因为这个女嘉宾我是第二次见面了 那上一次其实也是她这个好朋友陪她来的 我们当时一度怀疑过 你俩怎么关系这么亲近 但确实是他们两个就是生活当中的异性朋友 好朋友 但是我也要说你说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你说我们女生有异性朋友 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他身边不可能说只有女性朋友 没有异性朋友对不对 但我觉得作为男生第一我觉得是要信任 第二是要尊重 第三就是怎么说得大度一些 那当然我觉得你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那只要我觉得我们的女嘉宾在这个事情上面 把她跟异性朋友的关系度把握好 对不对 我们肯定是选择相信她的 是不是 那这一点上我觉得女嘉宾要不要你自己也来表个态 毕竟可能你是当事者嘛 对 我就觉得她脾气还挺好的 就没有当场生气嘛 然后最后提出说三月份我们一起去我们老家看油菜花 她也觉得就是可以嘛 就还是挺好的 就往后你再跟你朋友相处 或者你别的一心朋友相处之后 你是会怎么样处理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嘛 毕竟如果是和男嘉宾就是牵手成功的话 对象是对象 朋友是朋友对不对 这点你还是问得很清楚的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这个性格还是很好的 应该很容易融入我们这个集体嘛 到时候我们去哪里玩的话 其实也可以多个朋友 我觉得可以 挺好的事情 好 那刚才这个考验呢 是顺利的通过了 接下来我就感觉你们今天两个人其实还挺顺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矛盾 小小的考验呢也都过了 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安排 要不要再互动一下下 有没有什么想法 那听说你们想搞一个凤凰五三七的组合 那那个男嘉宾可以跳舞吧 然后他可以唱很多 然后我给你们录一下试试看 好 录一算 看看两个人的默契程度怎么样是不是 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这个建议 可以 可以试一下 你呢 你呢 我觉得挺好的 那行 那就这么安排了 浪漫浪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睁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弯弯的河水冲天上来 流向那万字前红一片海 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偏走别唱再是最自在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甜甜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我们两个就是他在跳舞 在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很卖力的 就是还是很用心的 只要我的音乐没有停 他的舞蹈就是绝对不会停 很卖力很用心的一个男嘉宾 从我刚才的唱歌跳舞的活动 我觉得我和李嘉宾还是挺有模式的 因为他唱歌也很好听 我跳舞跳得也还好嘛 然后希望在以后的相处里面 肯定会有更多的互动 我觉得以后我们如果在希腊的话 我们也会是这种相处模式 也会相处得很融洽 你拉着他转前转 你可以带着他一起转吧 一起跳 是这天天风最美的姿态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睁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怎么没就让你留下来 永远都唱歌 都不忍心打断你们三个人 感觉你们三个还是挺欢乐的一个氛围 我看男嘉宾都跳出汗了 是有点热 女嘉宾唱得还是很投入 来 先说一下吧 刚刚这一段互动 你们彼此之间感受怎么样 来 女嘉宾先说 我觉得还是配合得挺默契的 他跳得也很好 就是可能是有点害羞了 害羞了 觉得男嘉宾还有点害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敢去拉我的手 男嘉宾呢 我也觉得有点紧张 因为第一次这样 然后我也不会去拉女嘉宾唱 因为这是第一次见面 因为有多大 你是觉得不太好是吗 对 但是相处下来感觉 还是挺开心的 挺欢乐的 这个气氛 我很喜欢 亲友团在旁边 我看你刚才也是很认真地 在帮他们记录这个片段 那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你怎么感觉 我感觉 他跳得也很好 然后他唱得也不错 以后配合起来 我觉得应该很好 因为你之前说 希望他们两个有这个互动 还能看看有没有默契度 是不是 那你刚才看他们两个的互动 你觉得有默契度吗 还可以 还是可以是吧 我觉得男嘉宾未来应该是能够融入他们这个集体的 那马上就要做出最后选择的环节了 那不知道我们的男嘉宾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 好像没有 亲友团体有什么建议没有吗 像女孩子吗 或者比较什么浪漫 什么小惊喜之类的 反正也快结束了 你可以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就点到为止的提示是吧 我想到了 那我去早等一下吧 我准备一下 可以可以 行你去吧 我们等你好不好 那男嘉宾的浪漫表白 能否最终打动女嘉宾呢 我们男嘉宾刚才说是 离开几分钟 结果是来了一家花店 准备了一束花 其实还挺懂浪漫的 你看刚才是亲友团 简单的提醒了一句 你就立刻来到这个地方 跟女嘉宾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那男嘉宾现在选择 来买花这个举动 这肯定说明男嘉宾的心意呢 是想要选择牵手成功 是不是 那我们肯定的就是 把最后的选择权 是交给我们的女嘉宾 那接下来 你有没有准备好 你的表白词 准备好了是不是 那好 那我就把时间 让给你们两个 好吗 不好意思啊女嘉宾 刚刚离开了几分钟 出去买了一朵花 然后这份花呢 是我的心意 因为今天 经过短暂的相处下来嘛 我觉得你这样 还是挺有意思的 你唱歌也好听 然后 已经你是学声乐的嘛 然后我现在是 在学舞蹈 今天呢 经过短暂的相处下来 我觉得性格也比较温和 然后长相的话 也比较漂亮 我希望你能接受这束花 给我一个机会 好的 如果我们的女嘉宾 愿意接受男嘉宾 选择亲手成功 那么请你接过她手中的花 那如果选择牵手失败 则不需要接过 转身离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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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跳舞的男生 就是在我这里的话 就会非常的加分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艺术气息 会跳舞的男生 女嘉宾的唱歌的声音 其实也很好听 其实当那一刻呢 我就觉得它是我的理想型嘛 很用心的 只要我的音乐没有停 它的舞蹈就是绝对不会停 很卖力很用心的一个男嘉宾 然后希望在以后的相处里面 肯定会有更多的互动 好 女嘉宾听我的火令 三 二 一 女嘉宾请坐选择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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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个人稍微站得靠近一点点 男嘉宾还是别这么害羞嘛 又算我知道你是个比较 内敛跟腼腆的人啊 但是呢 在感情当中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男生 多主动一些 明白吗 因为女生毕竟还是要羞涩一些 对 好不好 好 今天呢还是 其实挺顺利的 说实话 然后两个人也没有过多的矛盾 然后呢 我们的一些小考验 也顺利的通过了 对吧 就像我们亲友团一开始说的 就是希望以后也能够多包容一下 我们女嘉宾的一些小情绪 毕竟本身两个人在一起 想要走得长久 肯定还是要以包容为主 以体谅为主 是不是 来 我们的女嘉宾 来跟我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最后会选择 接过这一束花 因为我觉得她还是挺真诚的 就是亲友团暗示她的一些 什么小浪漫 她会立马去买一束发送给我 我觉得还是挺 就是挺那个挺好的 挺用心是不是 对 用心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还是挺大度的 今天就是通过了我和那个 亲友团的考验 还是蛮大度的 男嘉宾你呢 除了现在的心情跟感受吗 我现在心情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激动的 但是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 与女嘉宾有更多的互动 然后她唱歌 我跳舞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你就要多多加油咯 那最后呢 还是要再一次的 恭喜我们本期的男女嘉宾 那如果说电视前 您也想像他们一样 在我们节目中寻找到有缘人 记得不打电话 8805 8805 跟我们取得联系 或者是可以到 凡人游戏线下 会员服务中心 进行现场报名 地址呢 是在龙湖新一城的二楼 那节目最后呢 把我们的口号喊出来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